而接着要观察到的是 投资人在昨天看多相关的个股前十名 这十档个股的产生是来自于买进认购 还有卖出认售这些相关看多权证 在昨天成交金额最多前十档个股 整理在图表当中分别包括了 有华雅科 台积电 鸿海 台光电 以及在越南概念股当中的巨洋 而六到十名则看到同样是 越南概念股当中纺织股王的如虹 另外第八名也是相同色彩的宝城 而第七名是太阳能当中的机优生硕和 第九名跟第十名都是在电子股当中 包括了台达电跟群创 而针对这十档看多的个股 所连结发行天数在十天以上 而且这成交值在昨天是位居在前五大的热门权证当中 要问您观察出来的是 买进价的隐含波动率表现比较稳定的标的 因为这攸关于您 未来要将手上权证卖回给原先发行券商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了 在第一档帮您追踪到的是 3474怀亚科 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 是浅蓝色的线条所代表的原大8G 代号035596 而第二档个股要追踪的是 2330台积电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深蓝色的原大NG 代号030943 接着是2317的鸿海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引波表现稳定的 是橘色所呈现的日盛LM 代号035749 而在PCB当中的上游2383台光电 连结的五大热门权证当中 买进价引波表现稳定的是绿色的线条 原负10代号034942 而1477纺织鼓后巨阳 连结的热门权证当中 引波表现稳定的是最上方的橘色 凯基K8034815的代号 接着同样是属于同一个族群当中 1476纺织鼓王如虹 连结的热门权证当中 引波表现稳定的是LN凯基 是紫色的线条所代表的代号031771 而3691的朔和呢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来帮你们观察到的 买进价的引波呢比较稳定的事实上 我们看到这五个线条呢 但最近都是纠结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同步帮你做追踪呢 引波还是有表现比较稳定的 是在代号720025 也就是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浅蓝色 这条所代表的元大T9 而另外呢 9904的宝城 五大热门权证当中呢 引波表现比较稳定的是紫色的线条 所代表的永峰GZ 032167 接着在2308的台达电呢 引波表现比较稳定的热门权证当中 帮你观察出来是最上方 紫色的线条所代表的元大6K 代号035256 而看到3481群创呢 引波表现稳定的热门权证呢 则是紫色的AA永峰代号035909